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说说声音 什么是声音,声音是能量的一种形式 它通过波将能量传送给其他的对象 我们将它称为声波 它必须传过空气、水、金属等物体传播 但是它不同于光 虽然光也是能量的一种形式 它也通过将能量传送给其他物体 区别在于光波可以在真空中传播的电磁波 光速最快,为3亿米每秒 在空气中声音的速度约为331亿米每秒 是波龙飞机的速度的1.5倍 因此光速是声音的100万倍 这就是打雷尸 我们先看到闪电 然后再看到雷尸的原因 今晚就是同时发声 怎么能发出声音 什么是频率、波长和振幅 声音是纵波而光是横波 也就是说声音的传播方向与声波的传播方向相同 但是光波的方向垂直于光的传播方向 当你的接线器播放音乐时 你耳泡子会推动单个的空气分子 这会导致它们将其旁边的空气分子推动 当每个空气分子 其运动恢复中 波将通过传到你的耳朵 当你的耳朵神经 将电子信号发生在你的大脑 大脑分析声波与光相同 声波包含许多不同的频率和波长 但声波比光波的波长大度 在19世纪德国科学家 赫兹对声音进行实验之后 频率也就是每秒重复的次数 用于赫兹为单位 物体声音动的越快 频率就越高 则声音的音调就越高 波上能从一个波的一个点到另外一个波 同一点的距离 比如说像风到风 或者鼓到鼓的距离 例如中音都在上方的拉 每秒震动440次 频率为440赫兹 声波包括从20赫兹到20千赫兹的所有频率 波长的范围为17毫米到17米 但声波的频率远低于可见光 可见光的频率范围到430赫兹 红光到750赫兹到紫色光 可见光的波长范围为380纳米 紫色光至于700纳米红色光 声音和光之际有个列别 声音就像一个巨大的大象 大象很大但是走路慢 光级像兔子很小但是跑得飞快 空气可以同时有不同的频率的波 也就是说各种频率的声音可以同时在空中发送 这种音乐 人声和其他的噪音来源 声波在空气中 传播会有不同的频率震动 但是所有频率的声音在同样的介质 比如空气中与相同的速度传播 我们增加AirPods的音呢 那么空气震动的程度会变大 震动程度变大的声音也变大 或者说幅度变大 具有同样频率 声波可以具有不同的转负 由于声音是一种能量形式 可以从一种形式转换成另外一种形式 其他形式的能量也可以转换为声音 例如麦克风可以将声波转换成电磁波 AirPods可以将电磁波转换成声波 当你前往火箭发射中心时 由声音太大 你会招聚耳朵 这种强度称为强度 强度以分贝或者地域的单位测量 一个流入音乐会的声音强度高达120分贝 120分贝或更高 声音会引起人的耳朵损伤 什么是音高 每个声音的范围都从高音到低音 声音的音高取决于引起声音的振动频率 声音的频率是每秒 经过测定的位置和完整波的数目 或者说振动次数 每秒振动次数越多 频率的声音也就越高 每秒振动次数越少 频率和声音就越低 比如880赫兹的频率声音 比440赫兹的音率的声音高8度 为什么AirPods Pro或者AirPods Max 会发出更好的声音 AirPods Pro或者Max 使用5.1声道 7.1声道和杜比 全景声器号 AirPods Pro或者Max 中的H1音频芯片 硬用定向音频过滤波器 可以调节每只耳朵的听到的频率 里面声音可以虚拟放置在3D空间中的任何位置 声音似乎在你的面前 侧面 后面甚至上方发出 通过使用加速游戏和陀螺仪 AirPods Pro或者Max 可以跟踪头部的运动 以精确定位声音 AirPods Pro或者Max 还可以跟踪你的iPhone或者iPad的位置 以模仿说话声音事情屏幕位置发出来的 这意味着 即使你把头转 或者把iPhone或者iPad的位置 改变依然让你感觉 说话来自屏幕上的演员 如果在噪音大的商场中 AirPods Pro或者Max 可以主动产生一个信号来消除噪音 这些都是基于数学物理 以及音频计算 以上所有的技术都是 为了使声音更好 今天就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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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